然后他就问他说这个问家长说 你所最担心的是什么 这个呢是他针对的这一个 他又把这个他问问题的这些信徒的家长 基督徒的家长他又问他里面他又分 这个到底是他们是不是认真的 认真的定义是每一个礼拜 对不起这个在过去他每一个月都至少参加去教会 尽量带着孩子去教会的 所以这个定义对我们做牧师的 如果一个家庭一个月只来一次而已 这个我们还不能算认真 不过他的定义是这样 认真的基督徒认真的家庭 他是这样所以他问他们说这些所谓的认真的这个信徒家庭 他说你们最大的挣扎或者是忧虑是什么 你看看在这里面呢 35%的说的孩子的朋友对他的影响 当然电动游戏的30% 孩子太忙了 孩子在上网 然后社交媒体的 社情的 当然他也有一些人他们在讲是说 自己家中的不合 而我要说的是 这个是他们可以自己选这个 所以加起来不会是100%的 所以我要说的是基督徒我们没有错 这个报告也告诉我们 所以虽然这个是美国的 当然他的这个比率里面白人也多的 可是在至少在北美这种里面 父母亲认真的所谓的认真的基督徒的家长 还是担心 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心 这个孩子的朋友对他们的影响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很好的 就是既然是我们很担心 而且那我们就应该花点时间 来更多的了解